例如说 突然变成8 那表示我要攻击他 我要组成8这个数字 那怎么组 聪明的人看这个图就知道怎么组 不用我说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规则 你会拿到这种数字塔8张 你要用几张都可以 但是每一张都是代表一个运算 你可以把每一张运算完的结果 连加起来之后 刚好能8你就被攻击 例如说6加减2 这一张它可以当成是8 也可以当成4 以这一家为言 这个组为言 它其实就用把它当成6减2 然后这一张它把它当成4减3 这一张它把它当成1减3 这一张它把它当成4加1 所以随便你要当加或减 但是当你只能选一种 然后整个连加起来 变成4加1减的交流 刚好等于8 所以它就成功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就可以拿这四张卡片 加上你在那一张纸上写的 计算式 跟你的最后的用的张纸 卡片张数是多少 是到面一口 记得几分 然后拿来给我 我在哪里 我在这里 好 那我就可以怎样呢 我马上给你黄金 就是给你这个 我就 抢完为止 就不再给了 所以呢 你只要过来 一组 一组 组合成功过来 我就给你 你给我几张卡片 我就给你几颗 所以呢 以这一个8为例 这一组也可以只用一张 对不对 因为6加2就8 对不对 他也可以只用这一张 但是他成的一颗 但我们待会有三分钟 你可以无限次数来 但是你不能重复 你不能重复 这个很多 我们也跟那个博士生玩过数学系的 他们的策略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去想 怎么做 然后有8张 8张 你不一定要用到8张 然后那8张 你会重复应用 因为你拿来的对文 要拿回去 继续用 好 那只要不要重复就可以 这样不要跟 刚刚你那个 写的重复就好了 好 任何不同的组合 都可以得到分数 好 那就是讲 好